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很配 在戏里超级自然 也理解了他们那时候会恋爱 把最好的二时代给了彼此 玄冰是天圣座 宋慧乔是天蝎座 难道是星座不合适 那时候很多网友看完他们生活的世界 看后纷纷表示 当时两个人真的太甜了 完全不像在拍电视的感觉 说是真实群里也不为过 想当年 玄冰宋慧乔也国民情侣啊 2014年 玄冰与宋慧乔在年初分手 两人于2009年6月份开始正式发展成为猎人关系 后来 玄冰入伍时 宋慧乔并没有到现场送行 引发人们各种猜测 而玄冰与宋慧乔双方的经纪公司在8月31日发表共同声明 首次公开承认了两人早在年初早已分手的事实 2016年12月15日 纽媒体报道了韩国演员玄冰江苏拉相恋的消息 两人所属经纪公司在与本人确认后双方承认了恋情 经纪公司表示 两人在10月初因工作首次见面 之后已前后被关系相处 彼此倾诉苦恼 互相帮助 呼声好感的两人 近日刚刚开始正式交往 希望大家继续对两人的演艺事业给予支持 大家看过江苏拉演的《阳光姐妹桃》吗 《阳光姐妹桃》色彩明朗 配乐轻快 在片中饰演大姐的江苏拉 神似林青霞加宋慧乔的混合体 看似是不良少年姐妹片 实则韩国美好青春片 江苏拉1990年2月18日出生于韩国首我江东区 韩国女演员电影《阳光姐妹桃》中大姐夏春花的扮演者 90年生并以长腿走红于韩国 她说保持身材最好的方法就是饮食加芭蕾 身材暴到性感 令人羡慕 江苏拉18岁未入行前是肥媚一媚 而早期在江苏拉上综艺节目强心脏时 即昔日的爆肥照更被公开 即令不少肥胖少女好奇她的瘦身方法 当时身高168的她 体重达72公斤 她以减食及运动的方式 成功在一年内踢走24公斤肥油 变成体重47公斤 兼拥有1米5长腿的美女 网友大战她是现实版丑女大翻身 2016年5月 江苏拉出演了韩国史上最长寿喜剧TVN电视台的 《无理的阴爱小姐》第七第八季 9月出演SBS月火炬冠军医生 2011年5月 主演的电影《阳光姐妹桃》正式上映 江苏拉在影片中饰演少年夏春花 凭借此片获得釜山国际电影节 女子最佳新人演技赏 第48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 最佳人气女演员赏等多项大奖 而向春花这个角色也成为她后来的代名词 2012年1月 江苏拉主演SBS月火炬 《君海2》饰演怀抱出道梦想的练习生深海星 彼时她名气不大 但是也在踏实地打磨着演技 玄冰和江苏拉在2017年的时候分手了 据说两人因茫茫的日程感情变淡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啦 38岁的玄冰其实早有结婚的念头 无奈早前与宋慧桥江苏拉的感情都无疾而终 至今也未运到可以一直牵手到白头的人 娱乐圈依稀牲情的夫妻不少 所以《爱的迫降》这部剧 剧中的唐得科 现实中对两人也是很有期待 你们觉得呢 剧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剧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未经许可逐籲 未经许可逐金 未经许可逐与年次